好,謝謝,阿姨要拿藥嘛,好 銀法族上藥局定期拿藥 並添購相關保健食品 近幾年因為疫情 加上人口高齡化下 依賴藥局的人變多了 滿街藥局招牌 也從過往主流的醫院門市 改走社區型店面 那大部分像我們這種形態的藥局 大部分在零售的業務上面來說 還是以非處方用藥 保健食品 還有一些民生日用品為主 其實在疫情之後 因為當然大家對於藥局的屬性跟功能性 突然發現它其實有很多的功能 跟生活相關周遭的商品 其實滿多的藥局都有這些品項準備 藥局賣的商品越來越多元 從生活日用品、富幼商品 甚至是雞蛋 在藥局通通能找到 新形態的消費習慣 也成為藥局成長的一大助力 逐漸走向多角化經營外 連鎖化區市也日漸明顯 目前的基因門市大概是25家門市 那每年的話大概是 就以3到5家的節奏去 獨屬的展店 那展店的範圍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限區域 基本上我們會先要以全台灣的方式 去做展店 在明生東路五段這裡 藥局密集度高 算一算周邊藥局就有近20家 而連鎖藥局也在大街小巷四處展店 而且根據最新統計 去年全台的藥局數 竟然比超商龍頭還要多 我國去年西藥、醫療、耗材、其他藥品及醫療用品的零售家數 總共有1584家 從2009年以來持續成長 比超商龍頭6711家還要多 銷售額也創新高 來到1669億 年增約7% 藥局不斷擴張下沉街道霸主 除了政府的管制 其實一般民眾也習慣去實體店面去做消費 店面市場來說 它可能就具備一個必要性 那如果說對於房東來說的話 他大概都可以租到單月 可以來到十幾萬的租金 這樣的業種反而是他們歡迎的對象 在未來可能看到說 比起在一條街上看到的便利商店 還多的這個情況 近十年來 因為台灣在從人口高齡化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大的藥局都已經慢慢在轉型 不管是產品配比或者是location的選擇 其實現在看到的比較像是過去十年來發展出來的成果的展現 連鎖藥局在疫情期間大局展電也凸顯通路為王的趨勢 從日本厚生勞動省資料來看 連鎖藥局的占比逐年成長 但獨立藥局的店舖數卻越來越少 太弱流強的現象在日本正在發生 而從日本經驗看台灣 似乎也有類似軌跡 未來獨立藥局的生存面臨嚴峻挑戰 像我們這種所謂的單點藥局 獨資藥局 根據他們的統計數據 它是有在萎縮的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財團的經營 好像都比較走向我們一般的商業模式 可能都是強調在零售的部分 在盈利的部分 未來如果連鎖化的趨勢越來越大的話 像我們這種比較著重在所謂的藥師照護 或者是說民眾的一些用藥安全需求上面的 這樣子的藥局 我們相對來說是比較吃虧 而且目前是比較吃力的 在藥局快速擴張下 國內每年新增藥師卻不到千人 但現在醫院診所藥局都在搶人 甚至有藥局開出十萬月薪新以人才 不過專家點出台灣藥師人力荒 只是短期現象 若過度渲染 未來恐怕會功過於求 一旦這個現象級的一個狀況過去了之後 未來會不會呢 當大家發現疫情紅利也沒有了 所有的業績又要回復正常了 那我可能人事的占比成本太高了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大家優先會去砍掉 這樣子高薪的人力 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我們要多加思考的部分 大型連鎖藥局來勢洶洶 對藥業生態恐造成影響 獨立藥局必須思考 如何提升萊克量與營業額做出差異化 才能在競爭激烈的條件下繼續生存 TVBS新聞 蕭英強 劉月軒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